观音菩萨感应故事 治愈脊髓流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十年前 我因患病 在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的危难关头 庆幸遇到了佛法 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给了我新的生命 在我近年学佛的过程中 菩萨大悲感应势力举不胜举 为报佛恩 现将自己起死回生事实说出来 与大家分享 1994年4月14日 我因颈部疼痛 被医院确诊为脊髓流 去过几个大医院 都说部位不好 不能手术 当时心脏严重受累 全身肌肉萎缩 中西医都无法治疗 脊髓 过去又是医学禁区 因此 我对此病已失去治疗的信心 只好等死 或等着高位截瘫 我感到是佛菩萨在冥冥之中护佑我 让我遇到佛法 走进佛门 这时 一位刘居士劝我念佛 我总算在绝望中抓到了一线希望之光 我就请了观音大士向功上 开始念佛 上午念观世音菩萨 下午念阿弥陀佛 念了三 四天之后 我的心脏就平稳下来 颈部疼痛也明显减轻 我更加坚定了学佛的信心和决心 又请来经书 一天除了念佛就是看书 每当我思想上有波动时 总有佛友来给我讲法 给我信心和力量 我相信那一定是佛菩萨安排的 在与死亡搏斗的日日夜夜 我唯一依靠的就是大悲观世音菩萨 当医院告诉我还有两个月受命的时候 我拒绝住院 回家跪在佛前发愿 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如果我受命已到 弟子求您快点而接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如果我受命没到 求观音大士派人给我手术 让我一刀好病 并发愿 只要病好 我就一心念佛并弘扬佛法 从此 我就天天念佛 盼阿弥陀佛早点儿来接我 结果真是不可思议 奇迹在我身上一个接一个的发生了 一天在梦中 恍惚有人对我说 我女儿的病一定能治好 我感到那是观世音菩萨 没几天 北京的战友就把手术专家的电话告诉了我 老专家从不接电话 我求观音菩萨 一心称念圣号 中午十二点 拨通了电话 奇迹出现了 从未接触过的老专家不仅亲自接电话 而且当即答应为我做这样高难度的手术 我相信佛菩萨会加持手术成功 我到北京三天就做上了手术 两小时下手术台 一切顺利 那么重的病没瘫痪 手术没有任何后遗症 医生都说是奇迹 连外国人都直叫OK 在我手术前两个月 有一例26岁女孩 和我同一部胃病 术后呼吸鸡麻醉 维持两个月死亡 我术后也没接受化疗 因脊髓化疗一定瘫痪 十年了 现在一切都好 在生命绝望之际 是佛菩萨救了我 我对佛菩萨的感恩之情 非语言文字所能表达 我今生一定一心念佛 弘扬佛法 往生极乐 以报佛恩 2004年12月16日寄于沈阳